人的身体每天会进食不同的食物水分等 但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 消化不及时的情况 如果遇到大便困难 在不吃其他药品的情况下 不妨按下面的方法妙用生姜 就可以轻松地破解这个问题了 生姜加蜂蜜 生姜捣碎了之后和蜂蜜一起泡水喝 味道还算可以 能迅速地让肠道润滑 便于畸变地排出 从而减缓便秘的情况 生姜加苦瓜 一般是两者放在一起熬汤喝 这两种怎么想着搭配起来熬汤 味道都不会很好 想着应该是苦辣的吧 但所谓良药苦口 能清热解毒 缓解便秘 以及解决口臭的问题 真可以说是功效强大 生姜加陈皮 陈皮是经过处理的一味药材 但养生价值高 两者的结合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提升食欲 缓解便秘的情况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平时生活习惯不好会引起便秘 比如喜欢吃辛辣煎炸类的食物 建议是多吃瓜果酥菜 这样尝到更健康